事件發生 他是在首相問答環節上回應 伊斯蘭黨蘭豆班讓國會議員 納豆西迪財拉的附加提問時這麼指出 為了在今年底前 實現消除貧窮的目標 除了慈敏援助監 政府也推出人民收入倡議 協助40萬名弱勢群體 並且推出慈敏散政策 涉及總額640凝 burg 首相達娜差不多的心理 人民收入倡議推出的一個月內 已經有升至kät неп多位 價值9億元 資格 於全職位 embassy 阿诺今天是在国会下议院 部长问答环节 针对国阵日乐雾区国会议员 达德士扎拉鲁林 提问团结政府消除贫穷的最新措施 及进展仪式时 做出这样的回应 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不障 达德士扎拉鲁林指出 今天共有六辆罗里 再送1500份死命食物兰 到比例州大门 以帮助持平群体 减轻他们的生活负担 直到目前 政府已经派出36000份死命食物兰 并且达到近75%的目标 我们已经派到区域 他和我们都明白有缘缘缘缘缘缘 我记得一遍,Bakur Rahmah 他不像其他一种 他只是导致缘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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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都给予免 那些是法律或保守 我们的保守 确保保守 只要给予缘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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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lah Houdin 陪同首相兼大门区骨配业员 Tadus Lianwa 在骨配大厦外 为送往大门的瓷缘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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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随着天气阴晴不定 部分地区也因为雨水充沛 形成积水 成为温虫繁殖的温床 进而导致我国今年的古通热症病例 上升超过400% 为此政府启动应对古通热症的内阁委员会 以加强执法控制并争传播 我们已经拥有几个准备 在哪里我们将会拥有职业 和博士党和博士党 来到下来 在下来的计划 截至本月25日 我国公路得26222例古通热症病例 去年同期则通报8124例 为了解决古通热症的问题 政府将与非政府组织和志愿医生合作 并根据时间表 前往指定了县区或地点的黑斑文传播焦点区 展开灭文行动 通讯及数码部长发密透度 截至去年12月 国家数码有限公司 已经签署多达215份5G网络服务合约 涉及金额达78亿令吉 当中有97% 也就是138份合约 是通过竞标或有限招标的方式进行 与此同时 发密指出 2021年通过直接谈判授予的合约 仅占总数的3% 也就是77份 而当下也正是政府刚成立 国家数码有限公司的时间 只在短时间内 实现5G网络 国家的华 Practice 尽管理規格 大将arg 阳总数码有限公司 于ций 在这期情练的主义 公司你可做的 及 das 和打哪一挂的 就是 法密今天在國會下議院 回應瓜拉雪蘭兒國會議員 達德斯里·祖基夫利的提問時 這麼指出 工程部長達德斯里·艾萊塞德 指出 在有五條大道同意參與落實 今年九月中旬 啟動的過路費開放支付系統 這五條大道 包括白浦大道 吉隆坡西部疏散大道 沙南大道 金明隧道 以及龍部大道 艾萊塞德通過臉書發文指出 各大道特許經營公司 將分階段落實開放支付系統 他補充 這項協商是該部的長期努力 進而確保成功落實車道自由流動系統 此外 有關當局也敲定 今年十月底 落實車道自由流動系統概念驗證的站點 而新街場大道 將作為首個站點 較早前 艾萊塞德表示 六條大道 包括南北大道公司 所宣布的北海距林大道 將落實過路費開放支付系統 以便大道使用者 在支付過路費時 有更多的選擇 交通部長陸兆福為MyBus 腐蝕通行證主持推介 並表示 如否周星山的打工族和學生等大馬公民 每月可享有50令吉的車資 並且無限量乘搭MyBus巴士 另外 對於清快鐵和捷運 在一個月內發生兩次故障 陸兆福也向受影響乘客道歉 並指示相關公司 找出故障起源 提出修復方案 MyBus 50通行證計畫 是透過新山段乘巴士 政府部轉型計畫下推行 並將以月票的刑事 4月1日率先在新山正式開跑 另外 第一節運加引幹線 以及清快鐵格蘭納在野幹線 昨天發生故障 導致民眾上班和回家開齋 受到影響 陸兆福針對有關事故 向受影響乘客道歉 陸兆福說 他已經指示國家基建公司主席 針對技術問題 召開特別會議討論 找出故障起源和技術問題 並且整理成報告 成交給交通部 不管怎樣 該公司必須找出故障起源 並提出修復和解決方案 避免類似的問題再度發生 交通部長陸兆福早前表示 政府將在今年落實外國車輛入境準證 VEP系統 但確切日期有待公布 他也保證 政府不會提高新加坡註冊車輛的 入境準證費用 也就是保持每次入境20令吉 陸兆福表明 政府不打算增加每輛通過柔佛長堤 或馬新第二通道高速公路 進入我國邊境的入境準證費用 意味著有關的費用將保持20令吉 據了解 每次收取的入境準證費用 其中的15令吉將歸聯邦政府 另外的5令吉則歸柔佛州政府 捷運用 最後的一部 第4部 資料 為替我 買入境準證費用 第5部 是 可不可以 我 如今 我 為替我 為替我 替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马六甲州行政议员戴德·卡森罗电指出 本台RTM马六甲地方电台Milaga FM所举办的摘接月旅游计划 可达到社会和谐的作用 并在摘接月期间帮助社会上的弱势群体 他认为这项计划应该进一步破绽 并作为其他政府部门和机构的榜样 努力与社区建立良好关系 本台RTM马六甲地方电视频 他是在2023年马六甲电台摘接月旅游计划第二天的活动商 这么表示 出席者还包括马六甲广播局局长 穆罕默尤尼 马六甲州行政议员戴德·卡森罗电指出 该中目前的乞讨活动不断增加 甚至还涉及外籍人士 他不愈相关部门和执法机构 务必采取行动 并在中内数个重点地区展开监控 打击其他活动 以免造成不良形象 我们要求联系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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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的 人家的 我们看在 广场上 有很多 有50 有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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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情要是 要重担心 由 联系 必须 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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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前社交媒体流传一段视频 一名相信是罗兴亚或来自其他国家的穆斯林女子 在马六甲进行乞讨活动 一名男子因涉嫌贩卖两名印尼籍女子 从事性工作而被控上斯美兰府中地艇 不过被告聆听控状后否认有罪 法官最终允许被告以两万零级的保释金 外加一名当保人保坏 案件则定五月主号过堂 根据控状三十六岁的穆哈马索雷 连同另一名还未落网的人贩子 贩卖两名年龄分别为二十八岁 及三十四岁的印尼籍女子 从事性工作而遭到逮捕 有关案件现已援引二零零七年 反贩卖人口及反贩运移民法令 第十二条文以及在刑事法典 第十四条文下同读 有鉴于被告不认罪 法官允许被告以两万令吉保释金 以及一名担保人保外候审 罗浮州警方在巴珠巴霞拦截一辆轿车 并逮捕车内一名本地男子 延扣六天驻查 警方在行动中起货超过六十公斤的压缩大马 市值十五万七千八百令吉 巴珠巴霞警区主任 尼斯玛多纳助理总监透露 当地警方二十六号晚上十一点左右 与五级安曼毒品据案调查部 携手展开特别取缔行动 在永平逮捕一名现年三十七岁的本地男子 行动中 执法人员在嫌犯所驾驶的一辆七人 坐修理车内 起货七十块的压缩大马 重达六十三点一二公斤 市值十五万七千八百令吉 这一批压缩大马 相信是从泰国流通到五国 如果流入市场 可以提供给三万一千五百六十名 隐君子稀释 除了起货压缩大马之外 警方也充公写犯 用来藏毒和运毒的轿车 所有解装总值十六万七千八百令吉 警方对该名男子进行尿检 检测结果对毒品 呈阴性 基于该名男子没有任何形式 与贩毒浅科 因此警方还在进一步调查 以揪出幕后黑手 警方援引一组二年 危险毒品法令 第三十九条逼款调查此案 一旦罪名成立 事案者可以被判处绞刑 或终身监禁和辩知 之前 吉隆坡一名变态男子 在租屋内残忍杀害死只猫 并且将他们分尸和磨成肉泥 引起社会公愤 马来西亚动物协会发文告指出 该名男子今天被控上庭后 扶手认罪 并且被判处两年监检和罚款五万令吉 文告指出 该名男子涉嫌残忍杀害死只猫 因此抵触二零一五年动物福利法令 第二十九条一款立项条文 知了解 这起案件是二零一五年动物福利法令 通过及执行以来的第一起案件 在这项法令下 任何动物施虐者或疏于照顾宠物的 四主都可被罚款最低两万令吉 及最高十万令吉 或最高监禁三年 或两者监失 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校园暴力旅有发生 28号 巴西一所公立学校发生学生持刀伤人事件 性格一向沉稳的13岁男学生 不知何故突然持刀在校园展开攻击 造成一名女教师不幸死亡 另有三名教师和一名男学生受伤 送院治疗 同一天 美国也发生一起校园枪击案夺走至少六条性命 枪手最后遭到两名警员击毙 当地媒体报道 这起校园暴力事件发生在巴西圣保罗市一所公立学校 死者是71岁的自然老师 被发现时伤势严重 在送院治疗后宣告不治 袭击事件发生后 一名体育老师成功制服了刑事的男学生 并将他交给警方处置 其他的受害者则送往医院接受治疗 圣保罗州教育厅指出 持刀商人的男学生就读八年级 过往的性格沉稳 没有迹象显示 男学生可能会采取暴力行为 因此事件发生时 让学校措手不及 目前当局还在调查男学生袭击的动机 另一边乡 发生在美国的枪击案 是在田纳西州的一所私立基督教成校 嫌犯是一名曾经就读该校的28岁女子 致死三名孩童和三名学校职员 据报道 官方还未宣布该起案件的动机 当地警方发言人透露 当局是在28号早上10点13分 接获投报 随即派员前往事发现场 抵达现场时 警员明显听见学校二楼传来枪响 女枪手最后在10点27分 遭警方击毙 南美中国家厄瓜多尔中部地区 26号发生山地滑坡 凝时流掩埋几个住宅区 造成至少16人死亡 总统拉索事后立即启动 政府风险管理秘书处和所有国家部门 展开住宅行动 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感谢收看 我是戴静航 Salamu alay siya madani 晚安 我今晚安 大吉他 你哪有点儿 有点儿 我去认识 你呢 我去认识 你呢 我去认识 好 我去认识 我去认识 你呢 我去认识 你呢 我去认识 你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Terima kasih Buat turun aplikasi RTM Klik Sekolah Buat turun aplika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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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uat turun aplikasi